我们今天就聊一聊 人活的通透到底好不好 我们还是先来一个概念的界定 什么叫做通透 通透就是通加上透 通实际上就是指具有一种全面性 就是方方面面 是吧 普遍的人生的各个方面 各个阶段 这叫通 透可能就是指它的这种 纵向的深入性 就在方方面面 你都看得比较清晰 都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想要干什么 什么叫做通透 但是这个问题 我刚才只是从一个纯粹的 这种字面的意义来解释的 这种解释呢 作为我们哲学思考来说 或者关于人生思考来说 是毫无价值的 我突然就想到了 钱与勤 他好像以前曾经说过 今天我们的大学里面的很多的大学生 都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是不是一种通透 那可能他在某些方面 他比较会算计 他知道自己 有一种功利的 实用的目标 为了这个东西呢 他可以 拿一切的原则 拿一切的这种价值 作为一种交易 或者那些东西 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目标明确 手段明确 是吧 这个也叫通透 但是呢 我想这个通透的背后呢 可能是更大的这个糊涂 这是钱丽勤的这个话 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是不是真的通透 我表示怀疑 那么我又想到中国古代的一句话 应该是郑板桥说的吧 叫做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似乎也是成为了 我们的一个古代的 这些世代夫阶层啊 等等他们的一种 人生的境界 这种难得糊涂呢 它可能有点像中国古代 我们传统所说的吧 就是入世的时候是儒家 出世的时候是道家 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 找到平衡 是吧 很多东西我们看得很透了 但是看破 不一定说破 我们有时候要装得很糊涂 是吧 但有时候人呢 这个糊涂一点 不需要什么东西 都看得很清楚 这个呢 也是一种人生智慧 那么我想呢 我刚才所得通透的 不管是今天的年轻人 还是呢 我们以前的这些 有很多的经历的 这些世代夫阶层 他们所说的这种 意义上的通透呢 其实在我看来 可能都是 仅仅停留在 一种人生智慧的这个层面 或者说他 人生的明智的层面 他可能还仅仅是一种聪明 那么我现在进入第三句话 这句话呢 也是我经常使用的 也是我的一个座右铭 是苏格拉底说的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也是一种通透 翻译成 我这里想表达的话 就是我知道 我清楚的知道 我是很糊涂的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是吧 这也是通透 关于这一个呢 我是做了很多的禅师了 是吧 就是苏格拉底呢 在他的声变篇里面 他说到这话的时候 他当时不是拜访了整个古希腊 雅典的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智者 各行各业的 不管是政治家 还是诗人 还是工匠 这些人都认为 他们是最聪明的 那么苏格拉底 从来不认为自己聪明 但是他跟他们对话以后 他才发现 原来我比他们 更加的聪明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一无所知 他们是自以为聪明 他们就认为他们 很通透 方方面面都懂 叫做一通百通 但苏格拉底说 我越是拜访他们 越是发现 人的知识 跟神的智慧之间 是有永恒的距离的 就是人的知识 在神的智慧面前 是一钱不值的 那我想这是又一个 意义上的这种通透 因此当我们说通透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一个坐标的 需要有一个人生观 世界观的一个背景 就是你是以那个背景来衡量 你在当下 你应该如何的去活得更明白 活得更好 是吧 我还听到过一种说法吧 就是有人给我说什么通透 人也不能活得太通透 是吧 这个人活得太通透了 其实也就很痛苦 很虚无 是吧 比如说你看到以前 你都是充满热情的 去投入到某种宏大的叙事里面 投入到某种情怀里面 你就特别的投入 但是回过头来 你看你当时其实挺傻的 所以说你现在就比以前 就看得通透了 但是当你对曾经你所经历的 这些事情感到可笑的时候 你变得通透了 但是你的人生可能也变得没啥意思了 因为你就觉得很多的空虚 很多的无聊 很多的事情在你看来 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的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通透 那我想这种通透呢 是一种半路上的通透了 那首先我结合刚才 苏格拉底所说的 知道我一无所知 我想表达的是 就是通透呢 一个它是需要有一个背景的 需要有一个坐标的 另外一个呢 通透它是一个未完成时 就是人永远不要以为 自己都是看透了一切 什么叫做人生 人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丰富性 和可能性的 人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时 是不断地去 向未来去打开自己的过程 在你去经历它 在你去走这条路 在你去打开它 去绽放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明白什么是通透 是吧 你不能说我事后了 我已经不需要去经历人生了 我说我很通透 通透和你去经历 你所过的人生 它是并不矛盾的 也许在过好这一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时候很傻 有时候很愚蠢 有时候也犯下了很多的错误 但是所有这些呢 它都会沉淀 都会积淀下来 成为你独特的人生的一部分 对吧 如果说你的通透是回眸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南山处 所构建出来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把你人生的 所有的经历 都是大包全部收下 一个你都不可能排斥 一个你都不可能给他丢弃 在这个意义上 你可能明白了 人的很多的道理 所以通透的这个意义上就是 我知道我可能是糊涂的 我知道我可能是软弱的 我知道我可能是有限的 在承认自己的一种 有限的前提之下 你去展开你的自由 你去确立你的这种方向 我想这就是一种通透 大家听我刚才说了 这些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一个 人生导师 这个人生导师指点江山 也大多是糊涂蛋 而且他所指点的东西 可能都是不适用的 所以我们就孤妄听之 孤妄言之 人生有时候就是 像一场游戏一样 但是这种游戏精神 按照理睬的说法 反而越是这种游戏精神 越是这种庄严的和严肃的 去对待的 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 一点点小的体会 也希望大家活得越来越通透 活得越来越精彩 好 谢谢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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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